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花一点点时间让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叫秦蒙 我的择偶标准可能和最后的所有人都有很大的不同 我喜欢宅男 尤其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宅男 富有冒险精神 一天到晚在家宅一个 哪有宅男富有冒险精神 我在家一天到晚看一些有高难度的视频 继续自己对自己的挑战 我叫刘希敏 我目前在一家法国奢侈品公司 从事系统和数据的分析师 我希望你能用你的头脑来赢得我的芳心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何何爱惜 我是日籍华人 我也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在美国念书 但是她今天也有来到现场 我们都是单身 希望可以在这里找到幸福 我们看一下双胞胎姐姐在哪 你叫什么名字 何何珍惜 何何珍惜 这个叫何何爱惜 真爱 对啊 对 我在金城 现在在日本东京的早稻田大学 就读文学研究科的研究生一年纪 欢迎你 14号 我是张燕怡 我今天穿这个衣服并不是因为我喜欢Cosplay 而是因为我是经济大学的一名女子团体的组合的成员 然后这个组合的制作人是早安少女组的制作人 然后所以我想今天给大家准备一小段舞蹈 然后来展示一下 好 来来来 我欢迎 我叫吴雨霞 我来自日本福岗 我不想要结婚 所以更不想要生孩子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找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男朋友 我对男朋友只有一点要求 还有各种各样的 对啊 男人就是各种各样的呀 对对对对对 男人的女人都是各种各样的 对对对啊 但是我对他们只有一点要求 我希望他是一个有趣的精英 然后我想要和各种各样的男朋友浪一辈子 各式各样的精英浪一辈子 对 好 欢迎你们 我们的讲的规定是 男嘉宾第一轮廉下活得不少于二十三 男的先生女嘉宾一开始都将 网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中国时间应该是深夜了 现在几号我现在脑子也没反应过来 可能是六还是七号 反正是应该是 周乐的深夜了 我现在是在美国周乐下午三点多 这个非诚无道节目 我是回放的 我也看过了 我发现里面有两点问题 其实第一点问题 我现在已经是 落实视频了 非诚无道 开办了五年多 举办了各种外国的海外专长 说说心里的话 我心里比较反感 因为他们也首先应该解决中国的 未会难理问题 而不是到海外去解决海外华人的 他们这样做 只打到海外 解决海外华人的 需要说白了 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可能是点击利益 或者 就什么 还有什么利益 就是 观众 观看的人数 他们追求这种 但是在那本节目 他们始终没有赚上什么 始终没办过 这是终于办了 开办了 但是开办里面 里面有一个介绍 好像少像是19号女嘉宾 女的 他说 我并不想结婚 而我却想 谈朋友 或者说 跟男朋友 各种精英男士 社会的精英男士 浪一辈子 根本非得问到节目是什么 是介绍对象的 他很明确的 根本 他这样说明 说明什么 说明 他不应该 让这个女嘉宾上舞台来 难道我们的舞台是 让女嘉宾 说明谈谈谈谈完吗 连个假设 就谈谈完 找找性伴侣 我们成的 社会上是有很多男人 想找性伴侣 不想结婚 女嘉宾也有不少 我也遇到过 但是你作为一个舞台 不管是娱乐舞台 还是 公众宣传的舞台 你不应该让 这样的女嘉宾 台上公开 她婚姓 你可以这样做 不想 明正宴 谈谈谈恋 事实上她不结婚 但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在舞台上 这样讲了 使得效果就不好 就等于是 是不是可以说我们 中国地方电视台 搞这个节目 是让 是让男女朋友 直接复乡玩的 学开心的 学患做了的 这首先是一个问题的 而且 以前男嘉宾也有 类似 不知道讲到类似的话 或者还没他那么厉害 却被 当老老师训彻 不过两位 嘉宾老师 有黄蓝 黄蕾 对吧 有黄蕾老师 信承很多 甚至也被 孟非祖孙老师 训彻过 但是一到女的 就不训彻了 还是笑了 为什么呢 是不是 这师父可以认为 一种性别骑士 故意偏谈女子 在我们 另外还有 里面他们还请了 中国中国日本总领事 一个叫男的 他刚才也 是不是也有的 还 跟他们 声援了 我不知道 什么事 中国官员 是什么事 是不是因为 中国官员 也有地位 也有权力 也到处去玩女生 拉过多女人 所以他们也 有些人 眼看眼闭地 这种现象 在舞台上犯了 至少我认为 应该把这个女子 实际好女嘉宾 改下去 不应该让他 存在 但是因为 我就不少知 在美国舞台上 好像也很少 有这种现象 很少什么 给我闹一辈子 是什么 也不想结婚 谈恋也不想结婚 谁跟你谈啊 男嘉宾或许 或许有的 你得提出来 我给你 我玩玩跟 女嘉宾有一几个 我估计好像很少 我也是 至少在我 人生中 第一次听到 有这样的女嘉宾 公开这样说 所以我 大家可以考虑 上个问题 好吧 今天 视频集团 都就到这里 对 就是 哦 然后 溺 感谢观看